出什么事了 季总 你知道小琪琪求真总 把她教训当夜心宁的助力了吗 我知道 她真的知道 看来我的视频真的病了 欣宁今天 欣宁今天的通告是什么 别哭了 别哭了 通告 今天上午 我还会被最后两场下午一起进去组 我要去带发你去吧 我 正好没什么事 那就一起吧 好 我去安排 都散了吧 都散了吧 冰儿 我 都散了吧 我 都散了吧 都散了吧 这 都散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负责看住她 让她好好看剧本 都和表演老师沟通 好 我先去拿饭 嗯 欣妍 怎么了 我妈妈进医院了 我得去医院 我陪你去 黄老师 麻烦跟追踪剧主说一声 我们可能会晚点到 好 有什么事先给我打电话 季总 殷俊哥 你们怎么来了 小七呢 去医院了 小七怎么了 她 她怎么去医院了 不是 她陪西宁去医院了 不是 你 干得漂亮 只有这样的乌龙乌龟 才能促进出觉得感情 你怎么来了 我们聊聊吧 好啊 我也不拐而抹角了 你现在不适合待在娱乐身边 当初是我把你挖过来的 你的去向我自然也会负责 保证你满意 你现在不适合待在娱乐身边 谢谢 严姐 我很理解 也会配合 不过工作就算了 我最近也想休息一段时间 行 如果你有需要 尽管找我 好 还有个事 你这段时间 不能再来打扰娱乐了 她现阶段的任务 就是专注于事业 感情的事 严姐啊 您放心 我也希望娱乐事业更好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跟她告个别 不介意 去吧 俞乐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啊 你还好吗 那天我会睡着 是你做了什么 对吧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啊 西天 其实我不想把你想得那么难看 不过我怎么想都想不通 事情怎么会那么凑巧 什么凑巧啊 受伤 跟拍 协议曝光 追债人 把我叫走 在你看来这还不够凑巧吗 有的时候 事情就是会堆在一起 这很正常啊 是 这是很正常 你怀疑我 我不该怀疑你吗 娱乐 其实在你问出这个话的时候 就已经认定是我做的了 对吧 没错 是我做的 我也是因为喜欢你 而且我也知道 你也是喜欢我的 是协议绑住了你 我要帮你 摆脱野心你帮我 谁是你报告的 你怎么知道的 谁告诉你的 谁告诉我的 你告诉我的 你喝醉酒自己说 你说你们是协议关系 你告诉我的 不可能 你们已经分手了 哈哈哈 就无疯了 你不能吃 我不能吃 你怎么吃 看 我